听说上回李龙基被骂完就病了一场 现在好点没 谢高祖爷爷关心 我喝了几天桂枝汤已经好多了 你那个真爱就没好好照顾你 怎么没有 高丽世这些天亲事汤药都忙坏了 高丽世就是那个屈颜富士 惨媚无耻的狗腿子 小高才不是那种人 大胆 怎么跟你祖宗说话呢 没想到爸爸脾气变好了 三郎反倒激动起来了 高丽世是谁 听起来力气好大 是啊 他精通其色 是金国英雄显夫人的后人 因为父亲被诬告谋反而死 他被迫从小入宫为奴服侍女皇大人 这经历听起来好耳熟啊 这不就是男版 哦不 中性版的上官婉儿嘛 的确都是名门之后 都从宫廷最底层摸爬滚打开始 一个做到金国财相CEO 一个做到千古第一大宦官 一手烂牌打得漂亮极了 不像某些人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可是小高只有一个妻子 哪向上官婉儿魅力超全 奶奶一家七口 就有五个和他传绯闻 哦 宦官也有妻子 就有这等罕事 这点常识你不知道 你还给李府国做过媒呢 装什么大头算 嘿 爸爸 我是替观众提问嘛 从汉朝到唐朝 宦官可以娶七生子 高丽氏不仅家族得势 还参与政务 所以司马光的资质通鉴说 宦官之祸始于玄宗 司马光 那个破坏公益贫闹的举世闻名的熊孩子 司马光说的对 真是祸害一千年 高祖爷爷 小高不是祸害 他直言尽见 拥护贤臣 还常劝我不要相信 李陵府杨国忠和安禄山 都怪我没听 三郎居然会认错 真是大开眼界 但高丽氏居然给李白头绪 是真是假 说到李白我就气 堂堂失先 成天嚷嚷自己怀才不遇 要真是怀才不遇 谁认得他 凡尔赛文学终身成就奖 非他莫属 李白当时是皇家社畜 没事得罪领导秘书干嘛 都是些心里不平衡的人编黑料 高丽氏被黑 还不是因为你 你是开熟据店的吗 老给别人送黑锅 男人的江山出乱子 第一追责的 不是宦官乱政 就是后妃获主 再不然奸臣勿国 宦官和女子只要干了政 名声都好不了 那也不一定 高丽氏可是个 从不出轨的好老公 可惜上官婉儿 惠乱后宫 名声的确不好 放屁 婉儿一生无子 还惠乱后宫 那里龙鸡生了差不多六十个 是快来全宇宙啊 后宫家立三千人 那不叫惠乱 叫风流 我这一生虽然有不少女人和孩子 可只有小高对我不离不弃 得知我去了阎罗殿 立刻跳下来陪我 爸爸 我也跳下来陪你了 比他还快呢 你那是被踹下来的吧 有啥好炫耀的 当年武则天他爹 不也急着下来陪我了 要不是看在他爹的份上 我能忍他到现在 难怪爷爷的遗诏 只让高丽氏一人死后陪葬 君臣二人荒焚作伴 大唐帝林中 仅此一家 生儿相依死为林 这可比长恨哥凄美多了 凄美 难道不是活该 想当年我爸爸起兵 一呼百应 到处都是粉丝和应援团 怎么到你这儿 就众叛亲离 只能跟宦官组CP 就是 我儿当年广开沿路 网罗英才 防谋杜断 见有魏征 还有他一手培养的苏定芳 学人贵等人 给李治留下多少宝藏男孩 你给李亨留下了啥 宝藏宦官 爸爸 您夸我了 别打岔 将我开国创立群相制度 制约相权 才得天下太平 哪像你对李林府 可是司马光说 您能得天下 全靠太宗爷爷帮忙 司马光真是没辜负他这个姓 爷爷和爸爸都有识人之名 否则哪有林烟阁二十四功臣的传奇 就像爸爸和魏征 也是一段佳话呀 是啊 听说太宗爷爷怕魏征 怕到把心爱的宠物鸟都捂死了 还好魏征没进群 不然淡然手里那只鸟 根本活不到第二季 你当年怕你妈 不也怕到带着绳子 随时准备上吊 真是百步笑一步 他 狂恶脸 哇哦 太宗爷爷还在吊线耶 我好奇的是 太宗爷爷不是老说魏征是他的镜子吗 魏征死了 他挖坟是几个意思 想照镜子了呗 什么挖坟 是魏征有结党之前 爸爸才推到他的墓碑 后来又重立了 爸爸以前是个暴脾气 不过现在已经改好了 对吧爸爸 爸 太宗爷爷已经把刚才的对话截图发朋友圈了 我长孙奶奶第一个点了赞 太宗爷爷命真好 有父亲疼爱 老婆关爱 粉丝热爱 我除了有宦官偏爱 还有啥 你还有脸说出来啊 哎呀 吵什么吵 就这么一点事 恶心情媚胎 谁来唱首歌助兴 要接地气的那种 我来 可以接地气 没必要接地府 曾乙 我有个朋友能歌上舞 不如拉进裙 来吧 唐玄宗李龙基 邀请 Sheep can fly 进入裙粮 那个 她是我亲戚的母亲的老公的 杨贵妃的确挺美 年轻就是不一样 难怪三郎为她着迷 不过我更喜欢郁姐 你们咋知道她是谁 你朋友圈成天发贵妃的视频 当我们和李杨一样脸盲 王焕 来跳一个霓裳雨衣舞 阿满 人家没吃饱 跳不动嘛 除非你也一起跳 You jump I jump 大庭广众的直呼辱名 成何体统 可是叫陛下太生疏了 那就叫三郎吧 啊 叫陛下很生疏吗 阿妩 我排行第九 你可以叫我 好的九儿 王焕 来 向大家展示一下 你的温柔懂事 多才多艺 哎 连贵妃都躲不过给亲戚表演才艺的命运 他装的 既然是汉人 你的昵称是什么鬼 赶紧改了 好的 杨贵妃将群昵称改为 我爱理智 大胆 群昵称重新改为 我爱理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手滑打错了 其实我也想改个更好听的网名 大家有啥好建议吗 改名可以问女皇大人呀 她最有经验 是啊 我和市民一共才俩年号 这女人干政期间就改了将近二十个年号 嫌字不够用 还发明了一堆汉字 听说她的爱好就是给仇人改名 给王皇后改姓芒 萧淑菲改姓萧 武为良改姓傅 打气单的时候给李进忠改名李进灭 孙万荣改名孙万展 结果却被他俩吊打 这倒是个鼓舞士气的好办法 那你以后也别叫他阿武了 就叫阿Q吧